可是你干嘛呀 打火仙爱人啊 你也会打火仙爱人 你这是逗我玩呢 你记不记得 我们大学的时候 每次我心情不好 你都会拉着我玩游戏 你跟我说 现实生活跟游戏一样 我们要做的 就是全心全意打扮每一个敌人 看来 干嘛呢 快点 我们赶紧 解决每一个困难 杀死每一个敌人吧 远远地跟着我 有些闹 有些烦恼的你 所有的快乐 都来自你 如果我难过 我竟然把你给忘了 我竟然把敌人当成了你 跌跌撞撞寻你 我相信的作为离去 你这样我都快被敌人打死了 可儿 我为什么这么傻 对不起 这不见了 我孤单的心 是你 世界上无可替代的你 是你 让我抛弃一切向你狂奔去 不能没有你 哪怕全部都失去 没关系只要一起 是你 世界上无可替代的你 是你 让我不顾一切向你狂奔去 不能放下你 哪怕全部都失去 没关系只要和你 可儿 小心后面 好好好 来了来了 敢欺负我们家可儿 我来了 我正好怎么掉线了 我的账号怎么在别的地方登陆了 好像有人到我的号 怎么回事啊 我得查一下 别查了 我的也断了 应该是网络不好玩 是吗 我再看一下 你别看了可儿 我饿了 我们去吃饭吧 饿了 你记不记得 以前我们打完游戏 会去吃什么 我当然记得了 我看不记得的人是你吧 怎么可能 我们每次啊 打完游戏都会去吃 学校旁边特别好吃的那家面馆 还算经得住考验 我们去吃面吧 走吧 走 怎么下线了 霍冰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今天约我 我真的好开心啊 大菲 我一直把你当朋友 对啊 我们是朋友啊 怎么了 那件事情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 知道什么了 你是找谁 代替你跟我打游戏的 我 你怎么 你怎么 鸵鸟快跑 是可儿 你为什么要冒充可儿 看在你是可儿好朋友的份上 这件事情我不追究 但请你机会也自重一点 还有 鸵鸟快跑的账号 请你不要再多忙 一旦可儿查出来 我怕可儿知道了会伤心 你就知道可儿 我也喜欢你 崔丹飞 这句话我就当你从来都没有说过 从今以后 我还会把你当作是可儿的朋友 因此而起 来 我跟你说啊 我最近都有眼带了 你看 你不是一直逗呢 去你的 你才一直有眼带呢 你的皮肤啊还不如我好呢 你看 你都是化妆化出来 才化妆呢 你看 菲菲 你回来了啊 我听王美人说你要学打游戏 你怎么不招我啊 这一件呢 我教你打游戏啊 知道你玩得好 不用跟我炫耀 你怎么了 你少在这儿跟我演戏 我已经受不了你的虚伪了 发生什么事了 你就想我出事是不是 啊 对 你命好 天生的公主命 出什么事都有人帮你 就算没人帮你 你都可以假装看不见 连这次我们新媒体被卖掉 可儿 她说的是真的吗 对啊 是真的吗 你怎么知道 咱们公司要被卖了 好 菲菲 可儿 这种事情你怎么能瞒着我们呢 我 你打算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你该不是等我们被赶出去的时候 再告诉我们吧 我不是有意要瞒你们的 可儿 你这次做的确实有点过分了 这关系到我们大家的事业 你怎么能欺瞒我们呢 对不起啊 这是对不起就能解决的事吗 她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对不起 我代表公司 向大家道歉 这件事情 是我让可儿故意隐瞒的 所以跟她无关 我这么做 确实有欺骗大家的意思 这点我不否认 所以 你们怎么后我都没有关系 霍兵哥 我相信你这么做 一定有自己的苦衷的 嗯 你说出来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想办法 就是啊 我这么做 是害怕大家都离开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是我们大家一起创办的 我们每个人的心血都在里面 我不想让任何一个人在中途离开 况且我现在已经有解决的方法了 我想把整个事情都解决之后 再告诉大家 你是已经有解决的办法了 我和我哥商量好了 卖掉我手中的股权 把海月新媒体买下来 卖股份 这样 艾结集团不就真的成了别人了 事到如今 也只能这么做了 但是我相信 我们一起创业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以海月新媒体为根基 一定可以创造出 比艾结集团更大的事业的 那你说要卖股份 什么时候卖啊 等我哥回来 你哥回来 他去哪儿了 他说卖股权之前 再去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儿啊 什么事儿啊 现在大家都知道 能问要求海月新媒体的关键在录像 万一 没有万一 我相信我哥会回来的 他会想明白 可是霍边 可儿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们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我陪着你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我陪着你